出国旅游越来越成为旅游的趋势 泰国是非常受中国游客青睐的旅游国家 尤其是冬季的时候 国内的温度比较低 但是泰国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秋天 泰国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建筑 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除了这些风景之外 泰国还有吸引人的地方 留恋在国内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一两块就要好几十块钱 而泰国是相当便宜的 在这里绝对是可以随便吃的 前段时间去泰国旅游的一个朋友 回来讲了这样一个事情 泰国有一家自住水果餐厅 其他的水果还好 但是榴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中国游客直接把老板吃哭了 老板哭诉 一天下来中国游客能吃掉一吨的榴莲 这个数字也太可怕了 而且壳又那么硬 拨开真的非常费劲 也是心疼泰国这个餐厅的厨师 对于去泰国旅游 狂吃留恋的中国游客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于去泰国旅游客